大家还记得他妈 本土剧女心里亚婷 在长寿剧 《亲戚不计较》中饰演恶媳妇月婴 当时言辞犀利的泼辣形象深指人心 不敢置信的是 戏外的他却是完全不同个性 甚至为了感情卑微到不行 生活也因此过得相当坎坷 令人不声唏嘘 随着时间流逝 李亚婷也努力振作起来 但悲惨的际遇还未结束 日前他上节目透露身体出了状况 多种病症产生苦不堪言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李亚婷上节目 《新闻汪汪汪汪》中提及整个人变胖原因 表示近几年健康方面亮起红灯 经过一连串检查后发现自己染上糖尿病 无奈透露 前几天我回诊 医生说我犯前血糖高到360几 一般正常状况下标准数值是70到99 超标这么多让现场来宾都不敢相信 医师也进一步分析 体内太多糖身体会呈现发炎状态 就像血泡在糖里 肾脏眼睛四肢都将出现严重后一阵 也会失去知觉 结果更是不可逆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李亚婷接着透露身体不仅患有糖尿病 还同时出现子宫内膜异胃症 子宫肌瘤卵巢肌瘤 胆固醇超标 脂肪肝等问题 让他感到心力焦脆 除了上述病症外 他也透露因为声音沙哑需要打肋固醇治疗 长期下来整个人肿一圈以外 食欲更是好到不行 一次就能客掉二个便当 对比过去年轻的照片 忍不住感叹年轻时才43公斤 在这六年间爆发身体大小问题 一路胖到86公斤 足足胖了一倍 然而 食物静得去出不来 李亚婷同时存在肠躁症与便秘问题 导致大肠 胃部都有一公分息肉 即便现在切除了 还是改变不了身体整组坏了了的事实 不禁红了眼眶难过大哭 脑部以上还可以 脑部以下快进去棺材了 令人不舍的是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鬼门关前徘徊 感情路上叠叠撞撞 连续遇见二任渣男后 35岁那年遇见第三任男友以为会是良人 没想到这次更凄惨 不但亏了大钱 差点连小命都可以进去 当时被男方骗走两百万后 对方又不告而别 一次失去钱财与爱情的他 一时想不开吞下百克安眠药 幸好及时送医检回遗命 想起那时姐姐为了自己到处求神问佛 只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 让李亚婷鼓起求生的勇气 不仅推烧也变得有精神 坦言有留下唯一后遗症 我不但快截肢 而且我35岁到37岁都是跨脚的 最近右脚还会痛 尽管身体问题不断 但他仍感谢生命中特别的贵人 白冰冰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拉自己一把 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满满正能量 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振作起来 好好珍惜生命 藉由自己的真实经历 李亚婷也奉劝世人 交友要小心 真的不能做错事 只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不是每件事自己都能解决 千万不要因此伤害自己